昔魏年间,一位身怀六甲的贵妇人在逢一般若妮寺中忽然腹痛难忍,显然是已经要临盆了。 经过一番挣扎后,一个婴儿咕咕坠地了,但是这个妇人仅仅是看了一眼,便突然发出了一声大叫,哎呀,怪物。 随后,妇人更是要人收拾行李离开此地,天天被四尿中的妮姑拉住了。 妇人,此子日后贵不可言,妮若是弃之不管,那她可就要归佛祖了。 子不嫌母丑,母亲更不会嫌弃儿子啊,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,才会让她的生生母亲都这么畏惧呢? 猛将博手 公元534年,得为孝武帝元修因为与权臣高欢决裂,而不得不出逃雄距黄河以西的宇文泰之处,而高欢得之后却是不以为意,直接另立了宗室子弟元善贱为帝, 对元修发出了通缉令。大臣追捕皇帝,这也算是一出奇景了,从此之后,北魏也是彻底分裂,宇文泰拥立元修为西魏,高欢拥立元善贱为东魏。 在西魏之中,元修虽然也还是皇帝,可无非是从一个权臣手里换到了另一个权臣手里,自己名义下的地盘还缩水了一大半,当真是得不偿失。 而宇文泰面对元修这样一个皇帝,也是处处严防死守,毕竟这可是一个会跑路的皇帝,万一没看住,他再跑了怎么办? 在经历了一年的看守之后,宇文泰反而是先绷不住了,这么费劲地看着他干嘛,直接杀了换个人当皇帝不一样了。 就这样,宇文泰施主,自立新帝元宝俊。 但虽然元修死了,可当初愿意跟随元修一起跑路的那群人还活着呢,他们难免没有想为元修报仇的忠臣致死。 在准备清理元修的余党时,这里面的一个人却是吸引了宇文泰的注意。 此人名叫杨忠,听名字是多么的忠臣,但却没有被宇文泰清理,因为光这杨忠的样子就令他眼前一亮。 原来,杨忠生得恐无有力,榜大妖元,尤其是在打仗作战之时更是寒不畏死,能够以一敌百,绝对是一员猛将,所以宇文泰也是对他高看了一眼。 不久,宇文泰到龙门县打猎,就让杨忠负责自己的保卫工作,就在宇文泰进了一片密林之后,一只豹子突然横跳过来,一把将宇文泰托在了地上。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,杨忠直接飞身而出,抱着豹子就在地上打了两个滚,左手直接钳制住他的腰,右手就直接伸进了豹子的嘴里,薅着豹子的舌头就往外拽,硬是把豹子给打扶了。 从此,杨忠就成了宇文泰的心腹之人,被宇文泰赐了鲜卑小名掩鱼,这个掩鱼的意思就是狂烈的猛兽,这是绝对的自己人。 长宗周文兽于龙门,黄考独当一猛兽,左斜齐腰,右拔齐蛇,周文壮之。 两年后,宇文泰出兵进攻东卫,在河桥之战时,战士失利,杨忠自告奋勇留下断后,并且只带了五名亲兵,便具桥坚守,竟然真的拦下了敌军的数千追兵,令其不能前进一步。 战争之后,杨忠被封了兵马大都督的职位,当时也有人担心,毕竟杨忠是前任皇帝带来的人,还是个汉人,封了这么高的官职,万一有一心内该怎么办? 可宇文泰却是全然不担心,因为他看出了杨忠没有造反的心思,更是因为杨忠并不是孤身一人,他有家有事,自己随时可以拿捏住他的软肋。 难看的英文 杨忠的妻子名叫于苦陶,原本乃是青州都督,北魏太魏吕双州的女儿,是大家闺秀,但因为在六镇起义时遇到了当时一文不明的杨忠,从此便深爱上了这个看似普通的青年,甘愿抛弃锦衣玉食的生活,跟着杨忠四处奔波。 杨忠在显贵之后,也是没有辜负发妻,一如既往地对待于苦陶,在杨忠升任大都督后一年,于苦陶的年, 苦陶就怀上了他和杨忠的第一个孩子。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,杨忠自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妻子为自己担心,更不想怀孕的妻子跟着自己奔波,恰好夫妻二人都信佛,杨忠便把妻子安置到了冯义郡的班若尼寺中,让妻子安心养胎。 而这个班若尼寺是个妻姑安,照顾起来也是非常方便,寺庙中一个法号至仙的妻姑,也是和吕苦陶结下了深厚的交情。 终于在一个倾盆大雨之夜,吕苦陶感觉腹痛难忍,他知道自己是要生了,赶紧喊来了至仙,和寺中的妻姑。 经过半天的努力后,孩子总算是生了下来,可是吕苦陶抱起来一看,只见这个孩子头上高低起伏,生长着几个难看的肿块,而身上也是青一块,红一块的,就像好好的人皮肤脱落了一般。 吕苦陶见状当即只觉得一股凉气冲上了脑门,自己怀胎十月,怎么生下来的孩子这么丑,随即眼面哭泣了起来。 至仙见状赶紧安慰于苦陶,得知人伪后抱起来孩子一看,却是笑了,这非常相貌之人,必然行非常之事,夫人这孩子日后定然不同凡响。 见吕苦陶依旧愁眉不展,至仙转而道,如此非同一般的孩子,自然也是不能按照一般的办法来养,不如您把他交给我吧,佛祖会给他一个指示。 这一下轮到吕苦陶不舍得了,再怎么不好看,也是自己的孩子啊,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,怎么能说给别人抱走就给别人抱走呢? 等杨忠来了一看,顿时也是喜上眉梢,男子汉大丈夫,能够平定天下,建功立业就够了,长得怎么样很重要吗? 但是想到自己的孩子在佛寺之中出生,自己也信佛,却也是答应了智仙,直接把自己府邸之中画出来了一块地方,改建成了一个别馆,其中供奉佛堂,让智仙在里面修行,顺便帮自己带带孩子。 而这个孩子,杨忠也是给他起名为杨坚,而智仙在住进了佛堂之后,也是给杨坚起了一个小名,纳罗岩。 纳罗岩在佛教中指的是,监牢不坏的金刚立士,智仙此举一是,确实喜欢这个孩子,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,再就是能够给这个孩子打上佛的印记,以后万一这个孩子真的成事了,那么也能够一样遵佛礼佛。 小杨坚也就彻底多了一个名字,纳罗岩。 但其实杨坚的相貌不好看,可能还真不能怪他。 根据隋叔对杨坚的外貌的描写来看,他出生时的确是头上有五个脚,说白了就是五个肿块,这可能是因为吕苦涛在分娩时,接生的人没有经验,导致了杨坚的颅骨被挤压,而出现的情况。 但是这样的相貌,尤其是杨坚头上的脚,在当时却是有着说法,这是龙脚,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的专须就长这个样子,在相关的相术书籍和相氏的眼里,这更是一种贵不可言的面相,成就上不封顶, 直达帝王 额有龙溪入发,左脚日,右脚月,王天下眼 李山助引朱建廷相书 千古一帝 很显然,或许智仙也是认出了这种非凡的相貌,对待杨坚也是非常照顾,从小就带着杨坚读书识字,尤其是带他读佛经,教他佛家平静内心的道理,这自然是给杨坚养成了一副处变不可言。 杨坚的性格,令其和其他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总是显得那么沉稳,后来年龄大了点,杨坚也是进入了西位的太学之中,别的孩子都还在撒尿活泥玩,杨坚却能和授课的先生流利对答,尤其是经常提出的一些佛教和儒家混合的问题,令先生大呼辞字恐怖如斯。 在十四岁时,杨坚便因为出众的才学而被经兆尹举荐,担任了公曹的职务,直接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。 破许这里有一年前杨坚的父亲杨忠被刺仙悲信是蒲六如,彻底成为了贵族的原因,但总之来说,杨坚的身份已经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了。 两年后,宇文氏彻底篡位自立,宇文爵登基称帝,国号大周,史称北周,杨忠被封小宗伯,杨坚封票级大将军,并有开府招募幕僚的权限。 此时的杨坚也才不过十六岁啊,十六岁的票级大将军还能拉起自己的班底,哪怕一般的爽文主角也就是这个配置了吧。 之后就是一路的风雨飘摇,杨坚在这乱世之中靠着父子两代的努力,终于在自己年纪四十之时当上了北周大丞相,而且自己的女儿杨丽华还是北周宣帝宇文云的皇后,在宇文云死后,她的儿子宇文产继位。 从法理上来说,这个皇帝就是杨坚的外孙子,可惜啊,只是外孙子,不是亲孙子,如果是亲孙子的话,或许杨坚也就懒得正殿篡位了。 果然,在宇文产即位后不久,大丞相杨坚就出面要解决突厥的问题,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和亲。 杨坚建议宇文产将北周宗室的那些王爷都召集到京城来,大家商量一下让谁的女儿嫁出去何事,这些王爷们不宜有他,竟然真的都奉召前来。 但依旧有忠于北周的统丁大将们,觉得杨坚图谋不轨,要带丁清军策,在被杨坚一一剿灭后,杨坚终于是无所忌惮了,直接连续杀了被自己控制的五个王爷,定让宇文产封自己为随王。 封国公,都督中外诸君士,赞败不明,入朝不屈,剑与上殿,封王,加九息。 自古以来,权臣篡位都是这三剑讨,最后一步那自然就是群臣上表劝见救主,天术有变,神器更衣,而归有德之人,此乃自然之理也。 旧皇帝也是要恍然大悟的样子,朕失德于天下,功遣身卑,今为黎民而继,愿效尧顺之行,善位于将军。 权臣再来个三辞三让,这出戏码就算是做够了,那就行动起来吧,气氛都到这里了。 北周大定元年二月,北周敬帝宇文产,善位于杨坚,杨坚于林光殿登基称帝,国号大随,年号开皇。 三个月后,宇文产和很多失败的皇帝一样,等来了杨坚的一杯赌酒,为过去的朝代彻底画上了句号。 而后,杨坚经过了五六年的历经图治,发展经济之后,终于准备开始大一统战争,此时他的敌人也只剩下了西凉和陈国。 这两国也是早就没了和隋朝对抗的勇气,甚至陈国皇帝陈书宝曾经令人拿了杨坚的画像来给自己看一下, 结果这一看陈书宝就吓得缩在椅子上连声哀嚎,赶紧拿走,这一看就是要杀了我的人,我不想看见他。 果然不过两年的征战,杨坚殿灭亡了两国,彻底的一扫天下,另从晋朝一关难渡,殿开始纷乱割剧的南北朝乱世,彻底结束了,华夏大帝再度一统。 在一统天下之后,杨坚也是没有膨胀,反而是与民休养生息,轻摇伯父,宽松刑罚,裁撤了很多以往的残酷刑罚,哪怕是的死刑,也只有斩首和绞死两种。 在这种致死之下,全国人口每年增长超过了60万人,到隋阳帝时期,全国人口已经翻了一倍还多。 当初那个差点被扔了的丑小孩,普六如纳罗言,杨坚真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智之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